今天开启 当我们今天开启主机 开电脑之后开启主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开启软体 那软体的部分呢 是在桌面上就会看到一个SDS 2.2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就在桌面上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标识 上面写一个R 那我们double click之后就可以开启这个软体 那这个在7900这台电脑上面 它本身进入Windows的时候有个密码 那是上完课之后呢 当你要开始操作的时候 可以去跟欧阳搜索这个密码 那就可以开启这个电脑 那当我们开启软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设定 在软体的左上角这边有一个空白文件夹 这空白文件就代表说 我要开始一个新的实验的话 我们就点这个空白文件 点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New Document的设定 这是一个精灵 它就是利用下一步下一步的方式帮我们选择好 我们要做的Asset 那这个Asset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右下角有个箭头 在右边有个箭头 点下去你就会发现说 这里呢有做不同实验 它可以选择的一个Asset 那今天我们如果做一个绝对定量实验的话 就请大家选择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Standard Curve 要拉Standard Curve的话 就是选择这一个 我们都简称它叫AQ AQ的AZ 那如果我要做相对定量 而且我是要请软体帮我直接用 Delta-Delta-ZT的方式去计算出相对定量的结果的话 我可以选择用RQ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Standard Curve 对不起 是Delta-Delta-ZT 可以选择用这个AZ来上机 可是如果说大家相对定量 想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拉Standard Curve的那个方法的话 请你还是要回去用绝对定量这个Standard Curve 因为只有在AQ的这个档案里 才能帮我画Standard Curve OK 那如果我只是要算Delta-Delta-ZT 我可以用这个Play上机 帮我算Delta-Delta-ZT 帮我自动算出Delta-Delta-ZT的结果 那你可以发现 相对定量又分两个 一个叫做Relative Quantification 一个叫做Relative Quantification Study Study的目的是在做分析用 那RQ上面这个的部分 是在做Data Collusion的部分 所以你在第一个部分 你就是上机先选择这一个 然后去做Data Collusion 那Data Collusion做完之后 我再到Study里当中去做分析 在这个Study 每一个Study都可以加到10盘的RQ的Data 所以它一直可以让你分析960个Well的Data OK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相对定量 特别把分析跟收光把它分开来两种Aset 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 相对定量通常用的Simple数会很多 所以我们利用说我在这个Data Collusion的地方 把它分开来之后 我可以等到累积了10盘的RQ的Data 我再放到一个Spelly当中一起分析 它可以把10盘Data整合在一起 然后它自动会帮你算出Data Data Collusion的结果 它会自动帮你画出那个霸状图 就是相对定量的那个倍数图 好 那我先demo的是Absled Quantification给大家看 然后第一个选项AZ选好了之后呢 在Container这边请大家选择96Well 因为这台仪器是96Well的配置 它并不是384的 那选择好之后其他不需要去更改 我可以就按下OK 按下OK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彩色的一个图示了 在这个图示的左边这边呢 这边我们称它叫做Play 它就是相对应我们的96WellPlay的一个相对的位置 那左下角是一个Result Table 是一个Result Table 也就是我的结果都会在这边呈现 包括像大家可以看到我的CT值 或者是软体帮我内插出来的这个Quantity 都会在这边帮我做呈现 那右边呢是主要在做设定的 在SetupPlay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Setup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它下面有我要设定Detector 什么叫做Detector 请大家把Detector想成是Pro或者是基因 我通常要做绝对定量的实验的话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会侦测一个基因的实验嘛 所以我就要设一个Detector上去 一个Detector就想成一个基因 所以我就要设定一个Detector上去 那我要设定Detector的话呢 请大家点选左下 这边有个Add Detector的选项 Add Detector的选项 点选Add Detector之后 你就会看到一个Detector Manager了 我想在各位的slide上应该都有 那在Detector Manager里呢 你就去找你要做的基因 假设你以前已经设过的话 譬如说像这个里面已经有设过说 CMIC或GAP DH了 那假设我要做这两个基因 我就可以滑石脱鱼框选起来 然后我就按Copy to Play Document 它就会加到我这一次的实验了 OK 按Copy to Play Document 就可以加到我这次实验 但是如果说这个基因我从来没做过 我是新的user 我第一次上机了 这边没有我设过的 我要自己来设Detector的话 请你点选左下角这个New Detector的选项 一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Add Detector的一个框框出来了 请你在Nand的部分把基因名称key进去 譬如说我们要做的是Spy SRNA好了 OK 我在这里把它的名称key上去之后 然后在Dispression这边可以输入32个字元的叙述 不过我不建议让它输入 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用途 好 那在reporter袋这边呢 你点这个右边的这个箭头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荧光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我们实际这个Pro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是类过什么reporter 带我来做设定 那像原厂设计好的话呢 它是用Tegman NGB Pro 然后都是Label Fan的荧光 所以我可能就可以选Fan OK 如果我选择是原厂设计好的AC 那在quantra袋这边呢 你一样点右边的箭头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quantra袋 那这边有几种组合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如果我今天选择的是传统的Tegman Pro 它的quantra袋就是选择Temron 那大家其实都不用去记这个流程 因为这个我们本身这个操作流程 有一个详细的操作手册 跟一个简易的操作手册 都在7900的电脑上 可以给大家做存取 好像是电子档 那里面都是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写中文的 所以很详细 大家就不用担心说 你会忘记这些步骤 那现在就让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在quantra袋部分 如果你是传统的Tegman Pro 的话你就选择Temron 如果是NGB Pro 因为它的quantra袋不发光 请你选择Nolfal Reason的一个quantra袋 那如果我们做Cyber Ring实验呢 Cyber Ring实验的话 我的reporter袋 当然要选择Cyber Ring 可是我的quantra袋呢 因为它也是没有quantra袋 所以你就是一样选 Nolfal Reason的一个quantra 就等于你没有quantra袋 好 那color的部分 你就选择一个 代表这个基因的颜色 我点下去 它就会有个调色盘 给大家做选择 那假设我不想改它 我就选择OK 然后再按一下OK 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设定的 这个SpySR 你的G 已经在我的detector manager了 那这个假设第一次 以后我每一次上机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这个基因就已经在里头 你不需要每一次重新设 好 那我这时候就可以点选它 按Copy to Play Document 假设我还有别的G 比如说我还有GapDH要做 是Tegman系统 也没有关系 Tegman跟SpySR 可以一起上机 好 那我就按Copy to Play Document 好 你就会发现我这时候 把两个不同的 螢光系统的基因都加上来了 然后呢 接着我就根据我实际放SpySpring的 一个位置来做选择 比如说我前面四排 A到H排 好 那一到四排 全部都放的是Tegman的系统 我就在Tegman的这个GapDH前面 去勾选它 OK 你就会发现 我在这个前面 这个Use的选项这里 我点一下 就会打X 打X你就会发现 相对我的Play的位置上 就有加上Detector了 那比如说我的另外 这几排放的是Cyberman的系统 我就在Cyberman前面打一个X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Play上面有不同颜色 它代表的E就是有Detector加在上面 而且是不同的G 好 那这边就是G上面的设计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设计Sample的名字 譬如说我这两个是一个二重复 请大家在SampleName这边给它相同名称 如果是重复样品给它相同名称 当你今天给SampleName给它相同名称的话 软体位置都帮你算平均值跟标准差 不需要自己计算 好 那我可以在这边Key in相同名称 那你只要框哪一个Well 上面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是在设定哪两个Well 那我框三个四个的话 当然它也会有四个的设定 那我就可以把SampleName把它Key in进去 然后除了SampleName之外 我还可以设定它的样品种类 譬如说这两个Sample是我的Standard 我可以在Task这边 是我的样品种类的意思 我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大家会发现它空白的地方 一点下去就会产生一个箭头出来 好 它就会告诉我说 我这边也有三个样品种类可以选 一个是NTC No Template Control 一个是Standard 好 最后是Unknown 假设它是Standard 它是标准P 我就Key 我就选择Standard 然后我在这边呢 我在这边Quantity的地方就要Key给它 OK 我先选Standard 然后我在Quantity的地方就要Key给它浓度 那单位不用输入 单位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假设它是一个100个Copy 的浓度 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这两个Sample它已经输入进去 它的一个浓度是多少了 这就是标准品的输入 那如果说这两个Well是NTC的话 我一样在样品种类这边就选择它是NTC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在Detail上面会有个英文字母 如果是N代表就是NTC 如果是S代表是Standard 如果是U代表就是I don't know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上机的时候 我有这些Standard的样品设定好 然后浓度也都给它了 软体就自动帮你画 当你今天上机的时候 你没有给它这些资讯的时候 软体画不出标准曲线 好 不过呢 这些设定其实 你不一定要在上机前给 你可以在分 上机完之后 你在分析的时候再设定也可以 软体就会帮你按照它得到的数据 去帮你画标准曲线 你上机之前唯一要做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记得把Detect 加到你的Play上 这样就好了 像其他的SampleName 样品种类 框软体这些都可以之后 就是收完Data之后 再输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是上机前的设定 那再来呢 我们要设定Program 请你移到右边 这边有个Instrument的选项 Instrument的选项 点选进去 在各位的机器上面 7900上面 你会看到一个Default条件是这一个 50度C2分钟 95度C10分钟 95度C15秒 60度C1分钟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Default条件 那这边有Raw Mode 有两个可以选 在这台仪器上面 本身它有一个Standard Mode 一个9600 Emulation 那9600是比较慢的 比较早期的升降温系统 所以它升降温速率比较慢 它是模拟早期9600的PCM Machine 那什么时候会选到这个 就是如果你当初这个Primer 是以前在9600上Raw过的 你想要Transfer来Real Time上Raw 你可以选择这个Mode 让它模拟比较慢的升降温 OK 那如果是Standard Mode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9700的PCM Machine 你的升降温系统 相对来讲是比较快的 那我一般会建议大家 你就选择Standard Mode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呢 Program的部分 我们如果说希望做任何的修改的话 你直接就是在它的温度 跟它的时间这边做Key In就好了 温度跟时间里面做Key In 那譬如说呢 我现在要在60度C后面 假设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实验有做Cyber BIM嘛 所以我要在60度C后面 去做一个Dissossation Curve 设定的方式就是 我只要在这个步骤上下空白的位置 任何一个位置 你只要点一下 好 你是不是就看到它出现一条粗粗的线 这一条线呢 一旦出现之后 你就会发现 下面这些选项就会亮起来 本来刚刚可能都是灰色 是不能选的 但是你只要看到这条线出现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下面可以去加Cycle 加Hold 或者是加Step OK 然后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 Add Disossation Stage 你只要点下去 软体自动帮你把Dissossation的设定都设好 大家就不用再自己去Key数字啊 或时间 它全部就帮你设好 那你只要按下去之后 设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做一个存档的动作了 OK 好 这个是我们如果要做Cyber BIM的话 你记得这个步骤要加 而且是RUN之前就要加 这个不能说RUN完之后再加 好 那加好之后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要改的就是Sample Valium 请你改成符合实际上机的体积 那我们建议Cycle 00的最低体积是25μL OK 好 一旦Program的部分也设定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存档 请大家先做存档的动作 当你今天存好档的时候呢 软体这边呢 才会让你可以按下Star做分析 你没有做 按下Star做RUNNING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存档 这个Star是不会亮起的 OK 好 那存好档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Connect的一个字样 你点Connect的话 就是机器跟电脑就会做连线了 一旦连线之后 你就会发现左右 左右的这两个Star跟Stop的键就会亮起来 然后另外这边还有一个Open Close的键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在大家slide上会看到Open Close的键 那这个Open Close是干什么 是要让我们把机器的那个门打开来 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强调 这台机器上面没有别的按钮 就可以让你开关你的Sample的门 所以唯一只有这个按钮 就是Open Close的一个部分 Open Close的部分 你按下去 机器的侧面就会有一个Tray推出来 那我这边有个影片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机器推出来的一个状况 就要做分析了 那分析的方式呢 我在这边实际Demo给大家看 我开一个旧的Data OK 这边是一个实际装机的时候的Data 在机器的状况 转完的时候你会看到 上面这边有一个 有两个按键是我们一定会用到的分析的按键 左边这个大的绿色三角形的箭头 就是Analyze的一个按键 右边这个是一个小小三角形 外面有个框框 是叫做Analysis Setting的一个按键 请大家先点选Analysis Setting 你要先设定好你分析的条件 那条件这边很简单 其实只有几个选项 一个就是Auto CT 一个就是Menu CT Auto CT是指说 我要请软体自动帮我去计算 Sertile的位置出来 我就选择用Auto CT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自己去设定 Sertile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用Menu CT 然后你再到扩张曲线图 去拉那个Sertile 我现在两种方式都示范给大家看 我先设定 先做Auto CT 我点选Auto CT之后 我就按下Apply OK 然后我就可以去按分析的按钮 你一旦按下分析的按钮 你就会发现这边出现了多了一个 Result的Tab 这Result的图呢 你点选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像这个实验 它有做Standard Curve 而且还是上次之前 就把Standard那些都输入好了 所以软体自动就帮你 画出一个Standard Curve 那另外在下面 就是我的扩增曲线了 扩增曲线 大家现在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请你记得要去选你的Well 譬如说我现在想要看 这两排的Data 就把框选起来 你就会在右边看到 这边有固定局线图 还有软体自动帮我设定的Standard OK 所以软体会自动帮你去设定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下面会告诉你 软体选择的位置是在0.38430948 那这个部分 Standard的部分 教大家怎么设定 我可以先把我所有Sample框选起来 那我所有Sample框选起来之后呢 这一个Sample 这些都是同一个基因 我们每一个基因就设定了Standard 那第一个呢 我把全选框选起来之后 我要来观察是 如果我选择用AutoCD的话 软体帮我设定的Standard 我们设定错误的地方 有时候软体计算的时候会因为 比如说你Noise太高 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 所以说去放到错误的位点 那我们怎么确认它放的是对的 你就来看说 它是不是在这些扩增曲线 斜线平行的这个区间 好 斜线平行 你可以看到这些过程曲线 不同浓度之间 它有斜线平行的最直 最直的一个区块 那在这个区块当中呢 你就可以去把Standard设定在 这个区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只要在斜线平行 最直的这个斜线平行的区间 任何一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因为大家平行的关系 它的CD值差异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就是选手可以置放的位置 那今天软体会帮你先设定嘛 那如果你觉得软体设定的错误了 比如说软体设到下面 或设到Porto 或设到Linear的地方 我可以自己再来设定 那我自己设定的方式就是 我在这边点选Analysis Stepping 选择Manual City OK 选择Manual City之后 按Apply OK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用我的滑鼠移到这个Stressual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一只手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移动它 OK 那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就确定说 我只要设定在斜线平行的这一段区间内 就可以了 好 譬如说我现在想定义在这个位置 它的Stressual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就相对的会得到这个位置 所得到的CT值 OK 不想要大家对这个分析的部分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这个图好小 这样其实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其实在所有的这里的区块 都可以去隐藏起来 也可以放大 方式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放大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有箭头 有些箭头的地方就代表 它可以往上往下拉 OK 你可以往上让它变大 你可以往下让这个Pable变小 你也可以往左 往右 好 这个只要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移动的 另外我这个图可以整个隐藏 隐藏方式就是 所有的图的按键都在上面 软体的Default会把一些该有的图 就先帮你跳出来 像过程曲线图是你每次按下分析之后 它一定会先跳出来的 那如果你的 你这个Sample在上机的时候 你已经设定Standard Curve的 那些Standard的 的Sample 然后你有设定给它Quantity的话 它也会自动帮你叫出Standard Curve的图 那假设我现在不想看Standard Curve 我就可以在这上面去把它点掉 那当然不用去记每一个小图是代表的意义 因为你只要游标移到上面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图 好 像它现在告诉你说 这个按钮是指Standard Curve的意思 所以我只要点一下 我的图就不见了 它就隐藏了 那我们大家会发现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了 斜线平行的区域就在这个区间当中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 Standard Curve 只要 譬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一个 这些Sample 它可以从这边 一直设定到这里 都可以 你只要确定它是在平行的这段区间内 任何一个位点 它的Sample之间的CP值差都是一样的 OK 好 那如果说我自己想要定义在这里 没问题之后呢 我这个分析的结果就可以做一个存档了 另外 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Result Table 可以把这个Result Table Experge Line 我就可以到Excel去开启它 就不用说一定要这个软体 因为这个软体其实它是有版权的 所以都是在机器上面 它并没有额外的软体 给大家在自己的电脑上灌 所以这个时候 我如果要这些分析完后的结果的话 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Result Table 把它Experge出来 我可以回去在Excel 做进一步的运算或者是存档 在这边有个File的选项 下面有个Experge OK 你点选Experge之后呢 请你把你的名称记进去 那它会存成一个TFC档的格式 而这个TFC档就是回去可以用Excel去Open它的 OK 这是给大家Beta存取的一个方式 好 那除了Application Plot之外 我这边还要讲一个图形 是我的Standard Curve Standard Curve有一些资讯 可以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R²值 R²值一定要在0.98以上 R²值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我这些Sample的重复样品 重复的一个程度 跟我这条会不会曲线Fit的一个程度 所以你如果说 Your Last Standard Curve的话 你的R²一定要确定在0.98以上 OK 那另外还有这个Slope Slope代表的意义是PCR Efficiency PCR Efficiency 如果你的Slope越接近-3.33的话 越接近-3.33的话 代表你的PCR Efficiency是接近100%的 OK -3.33 那其实大家不用说一定要符合-3.33 因为有时候在实际的时间上 其实很难 那一般你可以接受的Range 大概在-3.3到-3.5之间是可以接受的 -3.3到-3.5之间 好 那这个是Standard Curve的部分 好 那除了Standard Curve Amplification Plot之外呢 我们另外还要看的一个图 就在它左手边 在这个Amplification Plot的左手边 这边有个叫做Multi Component Data Multi Component Data 它是一次秀出一个Wheel的Data 你可以一次只能框一个Wheel 不像扩程曲线图 是我框几个Wheel 就有几条Wheel的扩程曲线 那它这是一次只能秀一个Wheel的Data 这边是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个Wheel里面 所有的荧光 40个cycle的一个变化情形 下面是温度跟时间做图 那上面的部分就是我从头到尾 第一个cycle到最后一个cycle 我所有的荧光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是比较原始的Data 通常拿来作为Troubleshooting用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你在扩程曲线图上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 扩程曲线图出现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来这个Multi Component图形 来Double Confirm说 是不是真的有看到我的Reported Die 譬如说我的Reported Die是Fan 就是红色这一条 它是不是有确实的上升的情形 还是它从头到尾就是平的 OK 所以如果它从头到尾是平的话 你通常在扩程曲线图那边 你就会看到它是Multi的一个状况 就是没有扩真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图其实我会蛮推荐大家 就是说当你在看扩程曲线图完之后 也会建议大家来这边做一个Double Check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Troubleshooting的部分 那另外这边还可以看什么 我可以看到我的Rust Die 在这个Well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平了 因为Rust不能够改变 它不参与反应 如果你的Well体积有减少 你会发现你的Rust Die讯号会上升 如果你的Well体积有蒸发的话 你的Rust讯号会上升 好 那这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图形 那在我们的这个分析部分做完之后呢 我想我接下来的部分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相对定量的设定跟分析 那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实际上 大家未来要使用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再跟我们做讨论 那在相对定量的话呢 我设定的方式其实跟绝对定量非常非常像 我很快的Demo一次给大家看 一样我是点空白文件夹 然后我在ASA这边选择RQ Relative Quantification Delta Delta CT 选择好之后呢 一样Container要换成96Well 它并不是384的 然后我们按一下OK 然后一样 你会看到画面其实都一样 那我一样是要加我的Detector进来 假设我的Detector已经设定过了 我就去框选它 那这边要记得 你做相对定量 那至少会有两个Detector 对不对 一个Target gene 一个Indugence Control 所以一定要至少两个 你如果选一个 它会提醒你说 你好像少了另外一个 你可以只有一个Indugence Control 可以用五个Target gene 一起上机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绝对不能 没有Indugence Control 上机 OK 那我们按 比如说我们选了这两个基因 我们用刚刚的例子好了 CMIC和GAPDH 我按Copy to Play Document 它就加到我实验里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这个 按Done关掉 然后呢 假设我第一排是我的CMIC 我的第二排是我的GAPDH 选择好之后 那接着这边要选什么 这边的 这边有一个跟绝对定量 有一个差别 就是在样品种类 绝对定量的样品种类里 有三个选上 NTC Standard 跟No Template Control 对不起 NTC Standard 跟Unknown OK 可是在商量定量里面 这边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Target 一个叫Indugence Control 好 它就是符合我们实际讲的 假设我的CMIC 本来就是我的Target Chain 这没有问题 可是我的GAPDH呢 它其实是我的Indugence Control 我在这边就要选Indugence Control OK 然后呢 一样 我可以把我的Sample Name 把它Key进去 好 所以呢 假设比如说 这两个是同样一个Sample 我可以一起框圈起来 把它Sample Name key进去 Sample Name一样 但是因为它的Detector不一样 软体就知道说 这个是Target Chain的 这个是Indugence Control 它就知道谁要减谁 好 所以Sample Name要一样 你不能说 这是Target Chain 你的名字就取Target 然后这两 这个是一样Sample 只是我拿去做Indugence Control 可是你又把它取Indugence 它就会对不到说 到底哪两个要相减 OK 这是因为DeltaDelta CT的运算需要 所以记得名字给它取一样 它才知道是同一个Sample 它才知道说 它可以把Targeting的CT 减掉以大致感受 那Instrument这边 基本上跟 跟我们的绝对电量完全一样 设定方式也完全一样 然后Sample Valium一样要改 那好了之后 存档 我们就可以Connect 然后Open Close之后 上机 按Start 好 就是相对电量 前面上机的方式 其实跟绝对电量很像 唯一的差别只有在药品种类这里 好 那分析的话呢 我很快地秀一次 学相对电量的分析 给大家看 相对电量分析的话 就是我们要一样 开一个空白文件 在这边 记不记得大家 相对电量分析 在Study当中进行 所以我就选一个Study 然后呢 一样 这边选Just Do Well 按一下OK 然后大家会看到 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好 那这边第一个图示 出现的警告标识 是告诉大家说 我要加到同一个Study里 一起分析的这些RQ Play 它的Sample Valium要一样 它的PCR Program要一样 它的Round Mode要一样 好 大家不用去背它 因为这边都会提醒 所以你不能说 不同的Program的Play 一起加到同一个Study当中分析 因为这是它的一个限制 然后按下OK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视窗的最下面 这边有个空白的地方 下面这边有个叫做 Add Play的按钮 你点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Play加进来 那我就去找一下我的Play 好 我的Play在这里 那我这边只有一个RQ Play的Data 我就加进来一个 如果你很多的 你就可以一起加进来 然后按下OK 好 你就发现你的Play 可以加进来了 然后呢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左上角这边 跟我们的AQ一样 它一样是96Well的一个标示 那下面一样是我的Result Table 但是这边跟AQ不同的地方是在于 这里已经告诉你 它有Delta CT的数值 它有AverageDelta CT 那还有什么Delta CD RQ 背书都往里在这边列出来 这是跟Grading量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要先选择分析的部分 分析的部分一样 也是一个框框里面有三角形建筒 这是分析的设定 我点选它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分析设定比较多 这边我们一样是选择Auto CT 或Menu CT来决定 Sreshold放置的位置 我会建议大家先选择Auto 那另外下面这边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在做相对力量的时候 我必须告诉他谁是对照主的Sample 谁是实验主的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选择 我是对照主的那个SampleNet 譬如说像这个人做的实验是做不同组织的 所以他现在譬如说有Bladder的部分 有Liver的部分 有Kidney的部分 有Lun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组织 作为你的对照主 譬如说我现在选Bladder 我这边就选择他 然后Indudgence Control呢 这边是说如果我一次上机 有两三个Indudgence Control一起上机 那我可以选择用不同Indudgence Control 来当作你计算DeltaDelta CT的依据 所以这边可以做选择 那像这个人的实验 他上机只有用一个Indudgence Control 就是用GapDH 所以他这边只有一个GapDH OK 好 那选择好之后我们按Apply按OK之后 我就可以按下分析的键 按完分析的键之后大家就可以发现说 在我的Result这边 我定一圈Result的时候 它就会有柱状图跟我的过程曲线出现了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清楚一点 我可以把这个区间把它缩小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这边可以去看 好 可以看一下我这些Sample 它的一个CP值 它的一个过程曲线出现的状况 这边是请大家去确认一下说 它是在时候设定 因为我刚选择是用Auto 你可以看一下Auto的设定 对不对 是不是在我这些过程曲线 斜线平行的这个区间内 如果没有问题 基本上这样的结果是OK的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 我们的柱状图的一个结果 柱状图这边可以告诉我们说 像它的横座标指的是Detector Detector就是你的基因 你的不同的Target Gene 像它这个实验做了很多个Target Gene 那它只用GAPDH当作它的Inductance Control 所以你会发现说GAPDH这边是没有数值的 那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Target Gene 那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的Calibrator 我们的对照组选择的是Bladder 所以这边你就会看到说 它在右下右边这边它告诉你说 粉红色代表是Kidney 然后绿色代表是Liver的结果 你就也看到说不同组织相对于Bladder 相对于Bladder它的那个Expression的表现量是几倍 OK 它帮你用质状图把它画出来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左下角这边来看 它实际的相对定量的这个计算的数值 它可以告诉你RQ的相对定量的一个结果 好 那最上面为什么没有 因为它们是NTC OK 它是NTC 然后这边的部分是Inductance Control的Sample的部分也没有 好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 如果是Target Gene 它就会帮你跟Inductance Control做计算 然后每一个Sample呢 每一个基因它就会帮你去把相对定量的结果运算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IQ Study的一个分析 OK 那不管是绝对定量或相对定量 在操作手册里面都有介绍到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分析跟上级的方式 所以如果说大家未来有实际上这些需要的话 都可以到7900的电脑上面来去乘取这样的一个档案 那另外Primary Express的这个软体 这个设计Primary的软体的操作手册也在这台仪器上面都有 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成长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上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未来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利用我们今天slide的最后一张 这边有一些information 在这边呢 上面这里呢 有一个email address 就让大家如果说data上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对于技术支援的服务上面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email到这个网址上 另外在最后有一个0800的电话 这个电话它是 大家不要看到订货就不敢打 其实在这里面它有一项是可以给你选择技术支援服务的 它有一个语音是说技术支援服务请按多少 你可以选择这个部分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specialist做一个contact 可以确认一下说你现在的实验上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这个电话跟email 那在email部分请大家记得 就是在你的email的title的部分 写一下你的单位跟你的机型 然后在email的内容里面呢你可以附上你大概你这次做的data 然后你可以稍微叙述一下你的实验 那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络电话跟名字 因为我们很常发现email寄来是没有名字跟电话的 那那个人抬头就写说 郑小姐我超级急的请你赶快帮我看这个data 可是他后面没有告诉我是谁 那有时候email的address我也很难去辨认出是哪一个user 所以请大家这个部分帮我特别留意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